祸国殃民的慈禧居然也做了好事 尤其是最后一件事更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第一件事就是对我们女同胞太重要了 那就是慈禧废除了存留千年的妇女缠组的这种陆席 慈禧在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件事就是废除了科举的制度 科举制度最初是出现在隋唐时期 当时也是那些韩文学子唯一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只不过到后来科举变成了死机硬碑 选拔上来都是一些庸才 第三件事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大家去称赞的 就是禁止鸦片 只不过鸦片进展很好却没有搞好 最终被列强凌辱 最后一件事就是他推行了留学 当时曾国藩搞洋务运动需要人才 慈禧居然同意并且先后免费公开120名幼童留学 而这些人学成归来以后都在各个领域成为了精英 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詹天佑 他被称之为中国铁道之父 奠定了我国铁路建设的基础 自己找到的精英 镇人吗 我们先去去 我们先去